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吧 好 那你们无痕视窗呢 你们都在查什么 都在查秘密哦 被我发现了 那好了 我知道其实在无痕模式下 我们可以追自己私底下喜欢的明星 或是可以查自己知道 想要知道的事情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比如说你还可以查 如何知道炸弹啊 或者查一些不可告人批号 喂 好了好 而且不会留下记录 开玩笑 开玩笑 好 我承认我自己是超爱无痕模式的 我觉得发明无痕模式的人呢 一定是个圣人 那到底为什么 我们喜欢无痕模式呢 那这边就要讲一下 使用无痕模式背后的心理 我自己是觉得是因为 我们可以自由自在 不受他人眼光 去追逐自己热爱的事物 我记得我国中那时候 当时我大概14岁吧 然后大我三岁的Alan Walker 在No Copyright Sound 上面出了一首 他的第一首歌 Fade爆红 我觉得超好听 我就超级崇拜他 但我也记得当时超多人就说 他做的歌都是巴拉歌 他的歌搞不好都是别人帮他写的 但其实我还是超级喜欢 我就偷偷开始追踪他 然后开始从YouTube 还有一个网站 那时候的网站叫Linda.com 现在应该是叫 LinkedIn Learning的网站 上面学习如何编曲 在这个时间里面呢 其实刚好是我 人生最无忧无虑的时候 我因此找到自己 比较喜欢的东西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是因为找到 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没日没夜的就去学 然后这也算是我 最迅速成长的一段时光 我学会了三套编曲软体 我学会了Ableton Logic Pro Tools 这也奠定了我高中 那时候我申请国外大学 国外电脑科技音乐大学的基础 很夸张吧 我的乐理啊 然后音乐知识 还有申请大学所有文件 全部都是靠无痕模式在学的 那无痕模式套用在生活里面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假设无痕模式 套用在生活里面 那就是我国中这段 很稀松平常的时间 可以自由自在 不受他人眼光 来去追逐我自己热爱的事物 而这个时刻呢 其实通常都是在课业之余 所以常常被联想成 我是在休息 像我爸妈每次 就觉得我看手机 我看电脑 然后干嘛 只要不是在读书 那我都是在玩 就算我只是弄报告好了 也是在玩 不管你怎么去称呼这段 休息时光 也可能是称呼它叫休息 可能叫它无痕模式 那我暂时在这里 我先定义它为生活 那我觉得学会的生活呢 就是学会的快乐 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这种快乐呢 可能就像是 你段考完 去大玩特玩 或者你工作完 然后跟朋友聚会一样 就是超级快乐 这种快乐呢 对我来说是会上瘾的 我就一直想去追求这种快乐 我就一直想 一直想去追它 然后一直去完成它 但我其实想讲的是 你人生中会经历很多很多 你不可控的因素 像我在钻研音乐的同时 我就要面对许多自己不喜欢 然后不愿意的事情 比如说学校课业啊 家庭的期望啊 那我们等等这里 我们等等会提到这件事 这些看似很阻挡我们 喜欢事物的东西 却又可是他们 同时也是一个反面嘛 同时他们会让我们 中间的这段生活 休息显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休息呢 所以我们有力气去工作 但因为工作呢 我们才珍惜休息 那我就来分享一下 我自己对生活的体会 像 我个人呢 就是 非常的 喜欢打电动 然后跟我朋友们 也是超爱打电动 所以我觉得生活 是工作的一部分 这样 在国高中 那个小屁孩的时刻 我跟我朋友呢 超级爱玩 每天呢 就是一直在疯狂的打电动 在混 但是我们也用了这段时间呢 去找到了自己的热情 我找到了音乐 然后我朋友们找到了电影 然后我们就弄了一个 超级不专业的小剧组 当时我们在国高中的小屁孩 然后我们去 我就负责弄配乐 他们弄影片 然后我们用自己课余的时间 像是暑假 寒假 甚至放学 零零种种加起来 拍了一支 大概五十几分钟的短片 然后 那时候我们就去冒充大学生 去报名了这个影像行星奖 然后结果猜怎么样 我们居然一群屁孩入围了 然后呢 我们就几个人去会场 然后看到其他大学生这样子 这时候我们 我跟我朋友们也因此 因为这件事情呢 去接了一些小案子 也开始用自己 自己喜欢的东西 开始用自己生活上 去学到的东西赚钱 其实是跌破爸妈连进的 让他们知道就是 我不是只有在玩 其实我有在充实自己 有了这个经验之后 我们其实花了更多时间 在打电动 不是 是生活 那我们又利用这个时间呢 去自己看影片学习 打撞球 打篮球 各种等等 其实这些看似 毫无意义的生活时刻 却让我们接触到更多人 然后我们也接到更多的 这种小广告案子 然后也因为这样 我就认识了配乐 这个配乐也因此 变得更进步 甚至认识了这个金马奖最佳电影配乐的林桑德老师 后面开启我的音乐之路 好 那当时 假设如果我们没有去生活的话 去尝试 这一切可能就真的完全不会发生 我或许也不会站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 好 回到稍早我讲到了 阻碍生活的事情 其实人总是要 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嘛 就是像 可能弄功课啊 上班 打卡之类的 那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跟我一样 有热爱事物 但又却 但却得 顾及到现实 的这种经验 如果有的 就麻烦看我一下 哇塞 全部人都在看我 OK 好 那 好了 如果今天你真的很顺遂 能够运用你热爱的事物 去可能赚钱 那我后面讲的可能 就对你不太适用了 但我今天想讲的是 就是社会普遍 对于生活的 这种观念 就是 其实 都是一切的 都是工作导向 那 你们仔细去想想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教育制度 甚至整个社会体系 确实呢 都是在灌输我们一件事情 那是什么 没有意义的事情 你不要去做 不能让你赚到一台车 或不能让你赚到 一栋房子的事情 都是毫无意义的 就跟我前面说 我爸妈只要觉得 我一拿起手机 拿起电脑 就是在玩 就是没有意义 对他们来说 就是没有意义 换个例子好了 可能就是老板 要你无限的加班 中间不让你休息 因为你的生活 对他来讲 是没有意义的 他只是需要你 时时刻刻的 在帮他赚钱 其实伯恩夜夜秀里面的伯恩 就是在他的TEDX演讲里面 就已经讲过 类似的东西 就是说 整个社会风气 就是不管什么事情呢 都是要有目的 但我觉得这个观念 其实不完全有错 因为就现实层面来说 有时候我们确实 得为了活下去 去接受这个体制 不过我今天不是来争论 这个观念的对与错 我反而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普遍 生长在这样环境的我们 如何做到这种忙里偷闲 并且走向我们 自己理想的生活呢 好 给大家复习一下 我觉得第一个关键就是 你在生活当中 你有找到自己热爱的事物 那第二个关键就是 你会为了这件事情呢 挪出很多很多的时间 那第三个关键呢 就是你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你不会感到疲惫 反而你更有充满的动力 去回归你的工作 甚至用工作去赚钱 就好像可能 以前我生活是搞音乐啊干嘛 但逐渐逐渐的音乐 变成我的工作 如果没有变成工作 其实真的没关系 也不要变成工作 因为本质是让你快乐 因为如果你快乐 你就有继续的动力 继续走下去 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意志力 意志力这个东西 讲到这里可能是说 可是我工作完 我读完书 我开完会 我就爆炸泪 我真的不想去有心情 去做其他任何的事情了 那我同意 因为意志力是有限的 那这边分享一下一个 社会心理学家 罗伊伯美斯特 做了一个就叫胡萝卜实验 那他这个胡萝卜实验呢 就可以揭开一些 关于意志力的迷思 那实验是这样进行的 首先呢 他们在桌上 放着刚出炉的 弥漫巧克力味的饼干 还有一碗 长得很难吃的胡萝卜 然后将很饿的 饿着肚子的大学生呢 分成两组 那一组呢 是可以去吃这个 巧克力饼干的 那另外一组呢 只能吃这个 看起来超难吃的胡萝卜 那结果才怎么样 他给这两组人 去解一道 不能解不开的谜题 那结果如图 那吃饼干的学生呢 平均花了二十几分钟时间 去尝试解题 但吃胡萝卜的 你看 这只有花了八分钟 就直接放弃了 这是为什么 这个实验结果呢 就是让我们发现 只能吃胡萝卜的主别 因为得忍住 不去吃那个 好吃的巧克力饼干 而消耗极大的意志力 因此 他们没有足够的意志力 再去解这个困难的谜题 中途呢 就把意志力消耗殆尽了 这个实验证明 意志力是一个有限的资源 会越用越少 但同时呢 我觉得它也证明了另外一件事情 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 当我们允许 我们自己快乐 去吃 大家 看似不营养 没有意义 的巧克力 你反而 而不是花时间去抵抗快乐 我们反而有更多的意志力呢 去面对人生的难题 所以是不是 人生追求的本质 就是追求快乐呢 而这个快乐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到了 刚才定义过的 就是你的无痕模式 你的生活 你的自由 你的热情 等等 我自身的理想 就是对于生活的执着 就是在做这个结论之前呢 我最后呢 再来介绍一下我自己 可以思考一下 我的背景 还有来判断 我刚刚讲的话 是不是对你 能否套用在你们自己身上 或许有些不适用 也没有关系 但也许你听完我的故事之后 可能你会受到一点启发 那现在我是一个 读电脑科技音乐系的大学生 同时也是一个音乐人 是个宅炮 那是个对未来 充满着问号 恐惧 又抱着一点点希望 但最重要的是 我是一个 会追求快乐的人 我发现我在面对 很多需要做选择的问题的时候 我都会选择 比较快乐 比较特别 比较属于我的答案 像是可能选择要 回来台湾闯闯 休学回来台湾闯闯 又或者是像 可能选择音乐系啊之类的 就算事后检讨 常常发现 可能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但无论如何 在选择当下 我都是确保 我自己是有开心的去做这件事 并勇敢面对我自己做的这个选择 我今天讲了许多 但最希望 今天各位能从我身上带走的 就是在面对 艰难问题的 还有现实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休息 你不要忘记生活 因为生活 也是工作一部分 在那之中 你可能会找到 你当初的初衷 那份自由跟热爱 那份自由跟热爱呢 就是会使你 促使你前进 源源不绝的动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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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